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6月30日,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。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,不是护身指数出现反弹的保险信号,而是我们看到,最近一周时间,北京方面第二次通过国有大型银行出售干预人民币汇率,如此高频率的动作,只会给市场一个感觉,就是人民币的反弹,随时可能出现。 我们认为这也是今天北向资金上午大幅净流入的原因,那这里我们提醒两点,第一,这个是反弹,不是反转,第二,把握时间,抓紧这波反弹机会,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今天晚上再见,谢谢。